新北市立黄金博物馆今年持续在金瓜石社区推动金瓜石社区参与式预算 今年共收到四则提案将在24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进行投票 邀请金瓜石的居民踊跃出席 欺身占预公民事务用行动表现对家乡的热情 金瓜石社区参与式预算去年受到社区居民热烈回响 今年持续办理 今年收到的四则提案内容各异充满居民的创意 可以看出大家对在地事务的关怀与期待 四则提案有延续去年的想法 也有居民提出新的创意 黄金博物馆今年持续在金瓜石社区推动金瓜石社区参与计划 那我们今年总共收到了四则提案 分别为金瓜石社区歌唱基础教学课程计划 还有金瓜石社区导览推广计划 另外两则提案则是延续去年的参与式计划 由新山里办公室提出的金瓜石社区首工艺推广 即成品义卖公益计划及劝祭堂与 同山里办公室共同提出的金瓜石关公节 庆祝庆祝晚会计划等两则提案 因为活动中联系社区感情又富含社区关怀 所以部分居民们希望能继续办理如此有意义的活动 那凡年满18岁的金瓜石在地的居民呢 只要前往投票处 然后就是签名并写下您的地址 就可以投下您神圣的一票 那欢迎金瓜石在地的居民踊跃的参与 那投票时间是在6月24号的礼拜 这个本周六的早上9点30分到下午4点30分 欢迎大家踊跃投票 我觉得有一笔预算给社区 然后做社区他想做的事情这样子很好 黄金博物馆表示 参与市预算的投票时间将在6月24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进行 投票地点是在金瓜石四里各设置一处投票所 而为了鼓励民众参与 也特别在黄金博物馆的游客服务中心 增设一处投票所 只要是年满18岁的金瓜石居民 都可以投下您神圣的一票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